我想要叫大家不要看我的影片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很在意福特的水塞 很在意什麼現傳的 不要看 離開啦 離開 如果認為我是業配的 你也離開啦 不要看我啦 你喜歡洗車的你再看 我最喜歡用這個 阿吉蒜的石墨烯車漆維護器 你車子洗完車是搭搭的 你直接這樣噴在布上面 當作收水 把它擦乾 為什麼那麼喜歡它 它除了有潑水效果以外 車子有比較滑溜滑溜的以外 就像傳統打蠟 不用這麼累啦 我真的不給大家嚎笑啦 我Post給大家看看 好嗎 眼鏡八個筋喔 請下湯姆賢 蝦皮商城 你幹嘛跟著我啦 湯姆賢來了 2023年 第一季最火紅的車子 福特的Hocus ST-Line 我會說 是這樣子唸嘛對不對 看人家衝到他 名字那麼重是要算他回啦 這個從去年開始就有人敲完了 車子就不會來問我評價怎樣 阿桑林寶我是媽 問天 問地寶寶的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幫我們開啟小鈴鐺 幫我們按個讚好不好 自我發揮湯姆賢的版還有湯姆賢的IG 湯姆賢的 蝦皮商城 更快耶 你這樣跟我聲音重疊 再來另外一個 拜託大家 這位發揮湯姆賢 今年就是要從10萬訂閱 農部差半部 要到了 你覺得我很有趣 講話很好玩 或是我拍片的風格 你喜歡的 幫我們按下神聖的訂閱 我們很感謝這個幫我們借車的 他們這個是福特ST-Line Wagon的群 是不是 那他們有Line群啦 如果你是車主或是準車主 你們也可以加入我們放那個連結好不好 福特的ST-Line Wagon 它國產化以後 據原廠講說 規格都跟德國是一樣的 那在台灣它有三個版本 899、999跟105.9 我們接著來這一款是最頂級 叫做Veon 這樣貼得懂嗎 Google翻譯就好 那你打英文給大家看 它這個是105.9這個版本 原則上899那版本不會有人買啦 那廣告價啦 那它最直接最直接的 也是2023小改款的Kia的Seed 等等我再跟大家分享 中立的方式 你們自己選擇 因為Seed我還沒去開過 Seed是109.8 所以它最接近 那再來另外一個就不拿 Shkoda的Atavia Combi 拿到120幾萬了 也不可能再去拿福斯 Golf的Varian 它等級會再稍微高一點 未來我們有在拍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以福特它4.5代 它搭了一個智慧頭燈 也要到最高規格 999沒有 那在Seed上面就是沒有的 我覺得車頭 跟四次代 其實有啦 有變啦 那外型很主觀 有人覺得誰好看 有的人覺得誰帥氣 我個人覺得福特車頭是好看的 也比那個Seed好看 那它也沒有霧燈的啦 因為它都智慧頭燈了 整合在這顆頭燈裡面 那車廠的話 4.5代的Focus 是ST-Line Wagon 是4米67左右 然後Seed比較短一點 它在4米6 軸距的話 它2米7 那Key它是2米65 所以大小差不了多少 那車重的話 它跟Seed都差不多 大概都是1400多公斤啦 我覺得從側面看 我覺得福特也是比較好看啦 那輪框的話 它是搭18吋的 Seed是搭17吋 這就會有差異性了 包括你看 它也是炫壓鑄造 所以這輪框比較輕 它原廠搭這個沙小 米其林 我也在靠 在我寶寶 你知道啦 你看至少嘛對不對 Seed我搭什麼 我不知道 我想搞不好是韓國胎啦 這個成本上面就不一樣了 包括它卡鉗烤紅色啊 這也要錢吧 可是我剛剛前面少講一個東西 什麼東西 我想要叫大家不要看我影片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很在意福特的水塞 很在意什麼現傳的 還是在意說什麼 買得開心 燒得痛快的 我剛才要說這個 不要看 離開啦 離開 如果認為我是業配的 你也離開啦 不要看我啦 講話很誠實吧 很誠實 福特的安全係數 其實為什麼我之前有跟大家講說 我如果就是買8、90、100萬的話 我是真的會選福特啦 我再講一次 說實在話 感應鑰匙兩個門都是 這兩款車都一樣 打開門 開口也可以 那後面 它後面也是軟質塑膠囉 好這個 那因為Seed我沒去看過 所以我不敢講 那後面也是四支喇叭 不錯 來 這空間不錯耶 上下車滿方便的 好對不對 沒有負擔 沒有包袱 沒有壓力 雖然椅子稍微挺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唯一最大的敗筆 就是沒有後座出風口 那Seed是有的 聽說 因為德國的規格嘛 可能德國都比較不怕冷啦 沒錯 不怕不怕不怕熱啦 看啊台灣很熱啊 還有一個這個USB啦 後座空間可以啦 不錯啦 真的是不錯 好來 後箱 一樣都有體感電動門 兩台都一樣 那如果說你是999 那版本就沒有了 最強的地方 車主會想買 就是因為空間機能很好用 沒錯 大小也不錯啊 對 讓我問看看 它這次這個有進步耶 質感有提升耶 旁邊這邊 你看這都是耶 那這個看起來比較不會錄音速度啦 真的啊 這不錯啊 腳踢關 有沒有 Seed它的車子是這樣靠近 就打開了 離開 它就關了 順便告訴大家一下 它這個福特的體感門門 就是踢在這個U下面 對啦 大概就是那個下面中間 那雷達的左邊啦 後面這裡 我覺得它做了這個這樣子的 唯一的造型好看 所以我覺得以屁股來講 以Focus的XTLine為一個 我覺得它也比較好看 單邊雙豬的排氣管 不錯 這樣影響我開給大家看看 跟緊跟緊 車頂架也是服貼的耶 不是黑色的 靠腰我沒眼睛喔 你把我當智障喔 空主心說比較好 這樣就對了 沒帶你帶的 沒百片 上來引擎開 上來我再來開一下啦 好 這輛駕駕駕駛啦 因為車主有1,000公里而已 他要來拍影片借我車 所以我特別給我強調一下 阿湯哥 這台車拜託你不要稍微吹 那是要看耶 你摸不到 沒有啊 哪有可能 車主支援 它要拉兩下 啊 跟便當主一樣耶 我每次碰那個拉兩下的啊 我都被打敗 啊有啦 它有乘二啦 啊你你你剛剛看我在拉 你也不講一下 你怎麼在罵我 我這個影響也不錯耶 好 我們把它插進去 應該是這個尾吧 這槍吧 還是這槍 這槍啦 這槍 奇怪了 為什麼我說今天沒有特別要催它 它是因為它一樣是搭1.5三缸 ECOBOOST的引擎 182匹 扭力24.5 跟之前世代都一樣 最直接的隊友就是KIA的Seed 一樣是1.5 渦輪 它是四缸 但是它有帶一個48V的輕油墊 所以它馬力是160匹 扭力是25.8 它是馬力比較大 一個是扭力比較大 那它帶48V 它的油耗表現 原廠公布是19每公升 你油門上去了 放掉它會滑行啊 是增加油耗表現 可是這顆引擎的油耗也不錯 15.4每公升 因為它有氣缸修止 當你在巡航不用這麼多 動力的時候 它還會休息 所以這兩顆 我覺得是各有千秋 這些東西在大頻道都我說啦 不需要特別由我嘴巴來講 好不好 這樣就知道 我看一下 不錯 這杯都骨骰骨啦 我們現在坐進裡面的時候 我們讓機子分享給大家一下 你幫我抓一下KIA的內裝 這個門我告訴大家 我可以直接告訴大家的外觀 那兩隻是誰 你知道嗎 那兩隻就是現在的戰鬥機 哈哈哈 剛剛你從外型 都大概能知道 它的差異性價錢差不多 可是用的等級有差異 除了頭燈 除了輪框大小 後面都是搭多連桿 前面都是搭麥華城 再來另外一個 我覺得大家比較會很在意的一個重點 國產 KIA是斯洛伐克 歐洲原裝 但是呢 你打開門 你看到裡面的氛圍 福特已經沒很強了 但是你看到Seed的 我告訴你 因為它就是小改款而已啊 不然剩下我們上車說 好 好不好 來 等一下 來 回來 欸 他也搭BOSS耶 不是啦 這是你誰的哏 我知道 我看你有沒有認真在拍影片 因為你每次都不認真 那一件有網友 說了喔 你都跟我吵吵的對話 看耶你啊 還沒要把我答對 沒跟你做下去 比喻喔 好 這樣應該是10支啦 Seed應該就是6支標準的 那個Seed就多那個記憶啦 他們都有駕駛電動椅沒錯 對 這都合成的啦 但是 這個還好啦 但是100萬而已 對著其他的價錢 可以 好 來你來 好了嗎 好 你看 一進來 他就好像 欸他那按鈕是不是變了 好像換位置了 有無線面板啦 然後他這一次這個椅子 我覺得 他有做一些透氣孔 那摸起來應該不太像真皮 可是又有點像真皮 因為皮質還可以 可是方向盤就不是真皮了 是有點像發泡棉 發泡棉 真的啦 來你來摸 來你手一支來 你手 你摸啦 真的有點像發泡棉啦 喔 真的啦 我不騙你啦 坐進 4.5代的Focus 唯一最大感受就是這一台 13吋的 SYNC四代的 風量現在都是這樣子了啦 風量上下都觸碰的了啦 你看像為什麼我說沒有差很多錢 XLINE版本 跟 這個頂級這個版本 我這樣含糊帶過會不會被罵 沒事 沒事啊 我就英文就很破啊 就像這張椅子 它有電動椅 抬頭顯示器 那這椅子我是覺得它的 沒有啦 因為坐起來它就是一張可能舒服的椅子 然後我現在要調到最低啦 因為它不能調了 你知道嗎 左坐點 好像有那麼一點點高啦 那所以你們自己去做你們自己去感受一下 第二個版本跟最高規的大部分的人 我在想就像車主一樣 它也說可能就直接選頂了啦 差6萬塊而已 對比它的競爭對手最接近 Kia的你就知道了 它小改款的 跟它裡面真的差很多 其實福特向來就這樣子啦 可是它賣你這個價錢 我覺得它真的是蠻對得起消費者的 配備很齊全 你看它在搭黑頂篷 也有放眼鏡的 好 這個是 也是LED啊 好來 我再看一下 這個也沒有要貼封 有 證明原來是那個 我把它用破了 還是乾脆用破就再破一點 那Seed它就是標準那種米色的 然後系統還是舊的 還是搭英文的 還是傳統排檔頭 椅子的材質 我覺得也沒有太好了 感覺看起來啦 實際上我沒開過 我不知道 這個SYNC的世代 自己去摸看看 你看大了 解析度進步了 好了 導航 carplay 你看這個都有啊 車輛設定 駕駛輔助 對 駕駛輔助在兩台車 原來都是標配的 Level 2都很完整 那還包含了 這次 譬如說導車 砂停 兩台車其實都蠻完整的 我覺得 用起來 靈敏度 各方面我覺得都還可以啦 它有原廠導 你看 對我滑給大家看嘛 這一台應該是它4.5代 進化最多的地方 然後線傳 然後電子手搭車 這個好像看起來都差不多 那這個 聲音大小聲 Engine Star 這個都沒有 越來越簡單啊 都在上面啊 方向盤 這方向盤也不改一下 真的是吼 它不改就不改 干我什麼事 我來看一下它倒車怎麼樣 來看一下 你看一下 其實也可以啊 其實不錯啦 來 你看福特就有搭前後雷達 標配 KEA的SIT前面沒有雷達 再來你看 很多什麼品牌 我一定要再說一次 首個品牌 豐田 豐田有雷達 前面沒雷達 本田那媽的還要裝雷達 給你攝影機 不給你雷達 我不知道幹什麼 那等等我來稍微試駕一下 開了Wagon的感受度 好 順便我也請車主坐前座 換我坐後座看看 看是不舒服 我們兩個在坐後座 那我們來試駕 好 Go 你看哦 福特它在進退檔這個巴數有沒有 它就比較明顯 不是壞掉啦 而正常現象啦 8速的 AT變速箱 你看它其實三缸其實坐在裡面其實也是蠻安靜的啦 擔心福特的妥三綠的你就不要碰就好了 就這麼簡單就好了 你看我一開起來我就覺得它蠻歐系的啦 剛性啊 底盤 各方面其實真的很對得比它的價錢 那它跟KEA的SIT的最大差別就是 它是搭7速的雙離合器DCT 我相信在換檔的這個銜接跟動力輸出上面可能SIT會好一點 但是我沒開過我不敢跟大家講 可以大家去試試看來跟我分享也可以 等等我會來坐後面試試看 而且我覺得它新一代抬頭顯示器蠻清楚的 色澤啊解析度也不錯 開起來很順啊 那戴渦輪的車子我稍微踩一下 你看戴渦輪的車子其實開起來真的 真的很好開 本身就是開Artist的開Mazda的 或者是開傳統系統的你再來開到福特 你會覺得真的有升級的感覺 而且福特上來我覺得它隔音都不錯啊 而且你看它前面阿成後多連桿 你看這路其實沒有很好 我覺得它在意志上面我覺得也很棒啊 大概上禮拜而已 我一個好朋友才教GolfVariant 1.5 幾天前的事情耶 我現在才會開到福特 我說實在話 這他媽的真的是跟歐洲車是有點水準 你看有沒有 踩一下 這個力量削落就有了 有沒有 24.5公斤的這個扭力削落就有了 而且福特煞車這個可以啊 你坐後面覺得怎麼樣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很好做啊 算不錯 可是你會不會覺得很挺啊 還好 其實歐洲車差不多這樣子 還好 但椅子好坐 椅子算好坐 你看發泡門算適中 可是我覺得前面的椅墊我覺得嫌太短 那些信號比較高 人大當然啦是不是 哈哈哈 再來另外我覺得這椅子 就是舒適型椅子啦 沒錯 比較大張 對 可能比較沒有包覆性 我把冷氣切大一點的 讓你吹一下 現在就只能透過這邊吹給後面 對啊 不然後面就盡量不要載了 希望福特也會聽到 看哪一天有沒有 把它加上去 我們上來是中立的 好啦我們讓車主 換車主來載我一下 好 換我坐後座 剛剛是好人好事耶 齁齁 因為剛剛我看到路中間有一顆大石頭 我剛剛跑去把它撿回來 我看到 好人好事你怎麼不高興 我忘記了 對不起 你到底在那邊閃了啦 哈哈哈 喘到你 欸你看看 我們放這個五版權的 唉唷 你自己覺得 這前面音場蠻好的 不錯對不對 真的好 所以你們去展示間的時候 我也建議可以聽聽 它這個版本的BNO音響 我覺得很對得其他的價錢 後座空間感不錯 有時候你看 坐起來雖然稍微挺一點 但是它不會讓你不舒服 所以我這次為什麼想坐後座 我也想換換感覺啦 那你兒子 待會人回去後 最後來 讓車主說一下 現在車主在前 開車別讓他告訴我 因為他說這車一千公里 你要打打開 哈哈哈哈 他剛才油門都喊著而已 喊著 喊著而已 沒什麼喊著 因為我們跟車主 我們要尊重車主 對啊 人家有選手的 有 以後在頻道我就教大家講英文 我現在學英文 講英文就對了 我昨天學那個叫什麼 紅色喔 紅色喔 Do you have give me 紅色喔 No Overlayer 50% 你還是說中文好了 好啦不要打底線啦 換 可以啦 剛剛那個試駕這樣 OK 反正就是 我今天就 車主我交代了 不要不要吵啦 不要吵 Hen哥來來來來 謝謝你 謝謝謝謝 OK 就這樣 哈哈哈哈哈 你太快了吧 Hen哥謝謝你 也謝謝你們群幫忙 好不好 我剛剛在前面有幫大家放了 OK 如果你是對馬 Focus的 ST-Line Wagon 五門的可以嗎 只有Wagon 只有Wagon 然後有一些觀望的 還在想要買的 觀望的 準車主 還沒交車的 對 交車的都可以加入你們的群 對對對 如果像有一個主持人開金龜車 那可以加入嗎 可以啊 他又沒限制 他沒限制 搞不好看進去就看了 就先想買了 是呀 你看 滿會講話的 好 來 當初買這個車子的時候 口袋名單有什麼 本來是要買 Active版本 因為我的工作需求要上山 他底盤懸吊比較高 對 他高一點 對 然後有點像CUB了 對 所以我去年10月的時候 就是有去試駕過 然後就OK 只是因為那時候我看網路上 Youtube有講說 4.5代有增加那個中控台 那個代目 Sync4 然後加上被同事洗腦 反正你買了這一台 以後你就算結婚生起來了 你也不用再換車了 他有跟你說 買的開心修的痛快嗎 我這個要講一點 因為我看了有一些車 我的感想就是 福特為什麼要修那麼多東西呢 我不給你配備 我就不用修這個東西了 我不給你渦輪 你就不用修渦輪 那我不給你所謂的 現傳 現傳 我就不用修現傳 像我去比較過幾間 看了Suzuki 然後也看了CX30 那時候其實本人你的主力 都是在選CUV啦 對 包含CC我其實也看過 還有HRV看過 為什麼要看表情 我什麼表情 你是有看到的有啦 有看到我剛剛什麼表情嗎 現在目前全新2023 它進入了4.5代的Focus 它只剩下五門版本 Active版本 跟Wagon版本 轎車版本取消了 那轎車 畢竟買的人也少啦 但我相信有些人 其實也其實也覺得蠻可惜啦 好吧 但旅行是好用好不好用 覺得很好用 很好用啦 對 好OK 那再來另外一個 你現在開到現在 剛回廠1000公里嘛 對 有沒有發現到什麼缺點 前幾天開高速公路 是發現 它這個智慧頭燈 理論上我開越快 它其實要照越遠 可是它那次 就只有照到前面一點點 沒有在你們的群 問一下你們裡面的人 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狀況 我看到是有人 有反應這個問題 然後它是說 類似重開機就OK了 智慧頭燈其實多多少少 畢竟它是靠前面的攝影鏡頭 在判斷啦 對 有時候因為路況的關係 然後道路的關係 等等種種因素啦 身邊的朋友 如果在問這個車 你會推薦嗎 我的話 會推薦 你會推薦 因為之前開Altis 你大概開120 你就覺得很像要翻了 就有點喘啦 沒有 以前開沒感覺 換了這個就有感覺了 車主說的對不對 不要說都我講 我是真的以前本來就開過了 我才敢講 好啦今天謝謝你 不會 謝謝 希望你們的群也越來越多人 OK 好不好 也謝謝你們借我車啦 尤其是你 好不好 感謝 感謝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子囉 記得要訂閱我們頻道 好 10萬 走起來好不好 走起來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